來自美食邦 異國料理大搜查 由味蕾環遊世界 大火炙燒 在熱燕加持下 醬汁和新鮮鮭魚慢慢融合 色彩鮮豔的美式加州壽司 不單是外型吸睛 豐富餡料 口味多變 只要到了用餐時間 店裡總是坐無虛席 賣相誘人的美式加州壽司 出自老闆呂宗彥 台灣出生 美國長大的他 16歲開始學習日式料理 5年前 他將道地的美式加州壽司 帶回台灣 來自濃味的鮭魚 肉質鮮美肥嫩 畫到切塊後 再分切成生魚片 為了讓客人吃得安心 宇宗彥只選用養殖魚 以嚴格法官漁獲來源 上鋪上滿滿醋飯 加進乳酪條 小黃瓜還有熏鮭魚 捲的方式得掌握技巧 放上生鮭魚和檸檬片 美式加州壽司 不只在食材上發揮創意 醬料也別出心裁 以蜂蜜芥末醬點綴 最後在盤邊淋上油漬醬 這道橘白香煎的鮭明膏 名字很有趣 一入口更是驚奇 生是鮭魚的軟嫩 再來是小黃瓜的爽脆 綜合熏鮭魚的香氣 口感清爽鮮味十足 除了新鮮生魚片 這裡也有炙燒口味的壽司 放上蟹肉 炸蝦 酪梨這樣還不夠 再加進鮭魚片配料相當豐富 淋上配置醬料還要來一場火焰秀 炙燒後的壽司表面帶點焦香 有著炸下的爽脆 蟹肉的細緻 多種海鮮疑似滿足 口感豐富誘人 煎到表面微焦 色澤鮮紅的黃旗鮪魚入口細緻 像是牛排一樣軟嫩 沾上麻油醬更能凸顯魚肉鮮甜 它還另外開發熟食類 做出炸的壽司捲 炸到外皮微酥帶有酪梨的淡淡奶香 沾點醬料鹹甜滋味讓人回味無窮 另外還有辣鮪魚卷 燕紅的外表微微辣口相當開胃 搭配小菜和茶碗蒸很有飽足感 大塊厚食的美國丘斯等級五股牛小排在炭火的燜烤之下 油脂隨著溫度釋放 牛排烤到了焦香 卻不油膩還透著粉嫩的顏色 分享烤肉大夥聚在一起的歡樂時光 是宜居阿根廷34年的老闆曾國展 一直念念不忘的 在阿根廷傳統的烤肉不用瓦斯 而是用耐燒的木炭 美國丘斯等級的五股牛小排不需要醃漬 只要撒上一點點鹽巴就能吃到牛肉的鮮甜 看似簡單的炭烤裡頭藏有玄機 耐著性子慢慢烤肉完全急不得 至少得花費兩個小時以上 經過長時間的燜烤冒著熱煙的炭烤五股牛小排 就算烤到了全熟還飽有肉汁 一點都不乾柴 嘴裡洋溢淡淡的炭香味 搭配用西洋香菜做成的自製薑醬 更能凸顯甜味 從內餡到餅皮增果展都輕力輕微 手工包進炒過的牛肉蔬菜內餡 一折一捏都得緊實避免漏餡 炒過之後的黃金餃菜如其名 閃耀金黃的光澤 表皮酥脆內餡豐富扎實 牛肉的香濃蔬菜的多汁清甜 口感很有層次 黃澄澄的南瓜湯飄著淡淡的清香 喝來綿密細緻很有飽足感 義大利麵條加進自己做的肉醬裡 為了讓香氣與眾不同 還加了平葉巴西里更甜清爽 肉醬義大利麵散發濃厚的番茄香 麵條吸附了醬汁口感Q彈不會過爛 跳脫法菜高貴的既定印象 讓客人們不花大錢 輕鬆自在就能享受到法式鄉村菜 是餐廳女主人王愛君的理念 她也堅持真材實料 樣樣都手工製作 希望給客人們一頓溫暖療癒的法國家常菜 為了拉近一般人對法國菜的距離 她特意選在台北的寧靜巷弄裡開店 料理也兼具親民美味 像是招牌的烤蝦燉飯 蝦湯用料毫不手軟 大概將近快100隻 這樣子能夠熬出來的量其實不多 所以說我們都是濃縮下去炒那個蝦子燉飯 搭配的大草蝦 一隻最起碼都有50克 肉質才肥美 處理也得特別仔細 煎到蝦肉變成誘人的菊虹 擺在吸飽蝦湯的燉飯上 烤蝦燉飯一上桌 三大隻鮮蝦忍吸筋 蝦肉飽滿又鮮彈 而燉飯粒粒分明 又散發香濃的蝦味 鮮味十足 手工菠菜義大利餃 也是來店必點 製作過程費工耗食 反映出發菜的精神 在紅咖哩醬上鋪著冰鎮厚的白蘿蔔絲 再放上炸好的剝皮辣椒 以及手工菠菜餃 讓整道菜 充滿豐富的味蝦餅享受 菠菜餃的外皮柔軟 和溫潤的內餡很搭調 沾上微辣的紅咖哩醬 更開胃 鹹香的剝皮辣椒 更增添口味的層次感 用溫暖的家常發菜 療癒每個客人的心 招牌手工青蘋果派 田中帶酸的青蘋果餡 配上酥香的派皮 讓人以猶未盡 像是泥絲拼盤 就是由團隊在南法餐館 吃到的拼盤式前菜花响 一份前菜就能吃到 鹹雪與薯泥 辣炒花枝水波蛋 還有酪梨沙沙咸蝦小塔 多樣餐點一盤享受 淡水衣衫棒水景色優美 總是吸引許多觀光人潮 在紅毛城對面 有一家韓國夫婦開的餐廳 老闆林三和老闆娘 普真叔是韓國補生人 夫妻倆將補生的家常料理 原汁原味帶進台灣 去補生市場地吃的 海鮮韭菜煎餅 在這裡也吃得到 煎餅的餅皮很特別 先用米和韭菜打成米香 增加粘度和口感 加進韭菜 菇類後 為了講求口味道地 拌入的是韓國煎餅粉 攪拌均勻 倒入熱鍋油煎 揉上整隻鮮蝦和魷魚圈 煎到表面微焦 最後再鋪上起司炙燒 倒地的釜山海鮮韭菜煎餅 餅皮呈現了脆綠色澤 表皮酥脆 裏頭濕軟 充滿濃濃的韭菜香氣 搭配整隻蝦子和魷魚圈 每一口都吃得到料 還有鉗絲的起司 但有炙燒的焦香 吃起來很有飽足感 韓國的牛肉年糕片湯 做法很特別 年糕片湯必須先煮好 牛肉被另外大火翻炒炙燒 增添香氣保持嫩度 炒完再放入年糕片湯中 牛肉年糕片湯 湯頭喝起來有麻油香 進口的韓國年糕 炙起來很有嚼勁 牛肉鮮嫩帶點焦香 來自安東地區的人氣料理 安東燉雞 有一個特別的說法 是韓國人為了鞏固 全農美食而研發的料理 用奇異果 按揚酸打成焦醬 將雞肉稍微抓醃 分下麻油爆香 放入牛糕 雞肉 辣椒 還有還要多的冬粉 火蒸酥不用燉的方式 而是大火翻炒並入味 麻油味濃厚的安東燉雞 雞肉軟嫩多汁 韓國冬粉特別Q彈 配上年糕和冬足 吃起來又鹹又甜又辣 很下飯 很下飯的 有辣醬五花肉炒魷魚 將豬肉片和魷魚 以及南糕和冬的配炒 和味料同時韓國人的醬料 辣醬五花肉炒魷魚 看起來紅通通 滿滿的魷魚圈和肉片 還有一整隻蝦 新鮮夠澎湃 西附辣醬的冬粉 年糕 保證辣的過癮 那些新料在 其實在台灣來 中國人來說 那樣都是一種藥材 這其實吃咖哩也算是一種食物 用食譜的概念來熬煮咖哩醬 用料得要特別講究 光是新香料 老闆搖離平堅持 要用到12種印度進口的新香料 來調和香氣與能夠 用時間成就咖哩的香濃美味 再用切塊的新鮮蔬菜 加入咖哩醬 拌炒 爆出香氣 就成了一道印度家常菜 咖哩蔬菜 香濃可口的咖哩醬 和鮮蔥的蔬菜完美融合 吃來開胃爽口 印度最有特色的乾燒咖哩 和常見的咖哩不同 可以用大火不斷拌炒 讓醬汁變薄 就是叫乾燒 Suka 他們叫Suka 就是乾咖哩 加入澳洲牛腱肉拌炒 抽乾醬汁後就可以起鍋 這道乾燒牛肉咖哩 顛覆一般人對咖哩厚淋醬汁的印象 看起來就像一盤熱菜 香氣隨著熱氣湧上 令人食指大動 和軟嫩的牛腱肉 吃來不油不色 越嚼越香 打破印度咖哩色身味重的既定印象 這道奶油咖哩機 爆炒洋蔥和咖哩醬後 還要加入美味關鍵鮮奶油 奶香味濃的咖哩醬 變成了淺咖啡色 味道變得很溫和 包覆軟嫩的雞腿肉 散發醇厚的奶香味 而印度人的主食麥餅 姚麗品也還原道地味道 選用全麥麵粉製作的麵團 趕平給考驗真功夫 再放入150度的油鍋裡 掌握熱脹的原則 麥皮很快的就像氣球一樣 浮起來飄在油上 姚麗品相當堅持 每顆麥餅都要膨脹到 百分之百的狀態 膨脹的圓滾滾的麥餅 一旦外形討喜 味道更充滿香甜麥味 軟Q又帶點酥脆的口感 讓人意猶未盡 師傅拿手的這道香料茄子 讓咖哩醬和茄子絲融合一體 交織出入口即化的軟滑 還有這道咖哩脆餃 炸過的外皮噴香脆口 內餡還有碎豬肉和馬鈴薯泥 兩種口味 一次帶給客人雙倍的滿足 對咖哩熱不含